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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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那我们议事录就确定 本日会议成为邀请行政院环保署就因应国内疫情相关会期物及运处理及 環保人员之防疫措施及座委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在城的委员及列席的官员 那第一位是陈颖陈委员 第二位是庄敬成 庄委员 第三位是洪生汉 洪委员 第四位是吴思淮 吴委员 好 那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 我们这个行政院环保署署长张子敬 主任秘书叶俊宏 综合计划处署长刘宗勇 还有法规会专门委员兼执行秘书张亚慧 谢谢 空气品质保护及照应管制处署长蔡孟玉 谢谢 独物及化学物质局局长谢燕儒 谢谢 血池保护处署长吴胜忠 谢谢 环境检验所所长颜春兰 汇聚物管理处署长赖盈莹 还有环境督察总队总队长李建玉 谢谢 环境卫生及独物管理处署长蔡灵仪 资源回收管理基金委员会参事兼执行秘书 谢谢 谢谢 还有管制考核及纠纹处理处署长洪淑幸 谢谢 图长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委员会参事兼执行秘书简慧珍 环境监测及资讯处署长张顺青 还有秘书室主任周金图 有序花展室继监兼执行秘书陈世伟 谢谢 人事室主任蔡翠娟 对不起张翠娟 对不起张翠娟 抱歉 林郑谢谢 抱歉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请环保署张署长来做报告 好 好 成委员有什么意见 成绪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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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委不好意思 我今天我们是执政党的委员提程序发言好像有点奇怪 但是我想我今天发言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好因为我们在场 有官员 今天列席的官员 还有各位立法委员 还有我们立法院的职员 还有在座各位媒体 那我不希望我们未还委员会成为这个防疫的破口 那在上个礼拜 我有 有执行到 就是有关于这个环保署 里面有职员去参加埃集团 那埃集团 当时我问的时候只有那个导游是确诊 那所以 但是据说啦 这位员工回来的时候还跑回去 就直接回来上班了 那昨天我看新闻 我们这个埃集已经有这个酒力的确诊 所以我在我们今天又排了这个环保署的这个 来的质询 来背询 我想我是关心 那也希望就是说环保署可以讲清楚 因为我们真的是 像昨天看酒力确诊 我们也不知道说 那个员工是不是有变成确诊的其中之一 好 当然这个 我们该 不该 不该泄露的个资 我们不要泄露 但是 我觉得有些事情 你们真的要讲清楚 那 他回来 好 到底 在环保署 去环保署 又上了几天的班 那到底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 居家隔离的状态 还是怎么样了 那 因为 如果不是有这种状况 环保署 为什么 还要消毒 而且 我们现在 即便 公家单位 有在准备 就是说 居家办公 或者是异地办公 都还没有启动 但是你们也启动了 好 所以 我也看了 其实来背询的几个单位 今天确实环保署 你们戴口罩的人 是最多的 好 那 我是 想说 这个 环保署这位员工 到底 有多少人 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 那今天 环保署所有出席的人呢 是不是有跟这位员工 直接或间接 近距离接触的 那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 很确定的话 也没有办法 保证的话 本席在这边 要提这个三会动议 好 那我想 这个就是 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那 请主席 各位委员 可以 才试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不希望立法院 变成防疫的破口 谢谢 这个 所以你要说明一下吗 还是 好 请书长说明 好 那刚刚讲的这个个例 这个个案确实是 我们署里面一位基层的员工 那么 他是在3月4号到12号去参加这个埃及团 好 那么 12号回来之后 13号礼拜五 确实有进办公室上班一天 那么他在 离拜天 也就15号 那么这个埃及团的领队被确诊之后呢 他也被通知要隔离 所以他就进行隔离 所以他进来办公室是只有13号一天 那么 因为他被通知隔离之后呢 我们16号马上就对13号跟他可能在附近的同仁 那我们做一些调查 那么比较接近的有四位同仁 我们就请他这个居家或是隔离来办公 好 那这位同仁确实我想委员既然关心我就跟委员报告 就是这位同仁他这个在昨天那是宣布是确诊的 好 那所以这个我们在昨天也紧急的做了一些一些应变的处置 那么包括这个防疫单位到署里面来做这个疫情的调查 那么因为这位同仁所在办公的位置是在我们的一楼 而且一楼就只有他那个单位 那他也不用使用不会使用到电梯啦等等 那我们本来就有一些基本的防护像说可能接触到的地方 我们都会去做定时的这些消毒 所以在做疫情调查的时候 基本上认为我们这样的处置 我们这四位同仁先居家办公是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有关这个疫情的部分 我们会依照这个防疫单位的指示 那该怎么做我们会继续来做 不过就这个同仁因为他办公的位置跟他的业务性质比较单纯 所以其实跟同仁接触的机会并不大 所以应该没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但我们会请同仁都特别的注意 依照相关的指引来办理 首长我觉得有没有风险不是你讲的啦 不是你说了算 那我觉得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结果 我想我态度必须要强硬一点啦 我还是希望今天就直接散会了啦 趙伟 而且防疫期间怎么可以出国玩 大家都没有警觉心啊 我想这个我补充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同仁的出国 因为那个时候埃及并没有任何的理由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吗 三月份就已经很严重了 如果他的这个指数长官都一点警觉心都没有 就批示就让他出国去玩 你们可以接受吗 我们自己选举完我们多想出去散散心 都不敢耶 我说好啦没关系我今天我想今天就是 主席就是散会啦 如果确诊就散会啊 那个不好意思 我们可不可以讨会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中间先休息一下 然后讨会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叫还一下一下 好不好 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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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文中 对抱歉 有借到隔壁有 有没有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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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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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很多很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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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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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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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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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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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 感性 感性 感恩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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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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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